金牌羽一 艾葉一條根 強腰塞 散寒濕 解勞淚 萬寧獨賣 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Cat 近日有曾就職在中國通訊公司的業內人士向海外爆料 助證私科公司協助中共對公眾監控定位 此前美國法院剛才定法輪功學員起訴私科在資程下 幫助中共設計監控系統金盾 使其能識別跟蹤與拘留法輪功學員一案 可進入審判階段 近日爆料人看到法輪功學員訴私科案的進展後 以筆名《全心》撻文投稿名為網 通過親身經歷 助證私科是如何協助中共監控普通民眾 2010年左右 全心在公司的客戶服務部門工作 工作內容之一就是通訊終端設備的安裝和維護 全心是這樣寫的 一天建設部通知我參加一個廠家見面會 到達會議室後有兩名私科公司的產品經理在場 當日他們的主題是 介紹私科產品室內路由器的覆蓋方案 私科Cisco System Inc.成立在1984年 是一間跨國際綜合技術企業 總部設於加州直谷 從事開發、製作和售賣包括交換機、路由器、 無線定位軟件、通訊裝置等高科技產品和服務 這兩名私科的產品經理在介紹其公司產品優點時 列舉了北京一個案例 全心的文章表示 產品經理說 私科公司成建了一些奧運場館的WiFi信號覆蓋 使用藥干台無線發射裝置 達到了某些效果和上網速度 最具特色的功能就是網絡監控這個部分 它們能在一分鐘內 正確定位發送敏感資料的客戶 文章說 產品經理舉例說 在2008年奧運會期間 在羽毛球場館的比賽現場 偵測到有人發送敏感資料 並信足定位到哪一排座位的哪一個人 後來核實此人是國外某通訊社的記者 當時在發送一篇報道 全心寫 產品經理介紹 這種定位功能是通過不同發射器 天線信號的方向性功能實現的 就是兩個發射器 同時向用戶發送信號連接 信號的焦點就是用戶的位置 這是私貨公司為了配合網絡防火牆的 金盾工程所做的特色服務 中共的網絡審查人盡介致 長期鉗制輿論 控制意識形態 作為網絡過濾審查 防火長城的金盾工程 在1998年啟動 2002年前期投資就達到8億美元 其綜合性多折點的剛性措施 都是為了嚴密封鎖消息並監視公民 監控民眾的手段包括監控上網活動 掃描個人電腦文件 錄像監控 電話竊聽 無線射頻識別 人念識別 語音識別 被監控到的違規者 很可能會被非法抓捕 判刑 甚至被折磨致死 中共一直掌控通訊公司迫害法輪功 通過網絡封鎖 強制中國公民接受對法輪功的誹謗和謊言 煽動民眾仇恨法輪功 時任中共公安部部長周永康 是公安部金盾工程領導小組的主要成員 也是迫害法輪功的主要元兇之一 2002年12月 他上任公安部部長不久 就揚言嚴厲打擊法輪功 是中國公安工作的重點 傳心表示 他所在的通訊公司運行維護部 有一個特殊的小組叫核心組 進入這個小組不僅要業務能力夠強 還要政治可靠 這個組的成員經常配合工檢法人員 實施對法輪功學員的監控 安全局則有專線和各大運營商機房連接 他們有自己的技術人員直接操作監控 傳心還提到 自己的一名同學曾修煉法輪功 1999年中共開始全面打擊法輪功之後 他就不練了 但他的家人仍然在修煉 畢業20年聚會的時候 傳心看到這位同學 聊天的時候同學說 他自己可能參與了對長春插播真相法輪功學員的抓捕 2002年3月5日 在中共鐵幕下 發生了震驚海內外的長春法輪功學員電視插播真相事件 該時8個頻道的有線電視用戶 接收到插播內容 看到了法輪大發洪傳世界 與希致焚萬事騙局的錄像 時間長達50分鐘 這個事件被西方媒體稱為 法輪功最大打無謂的行動之一 但這個行動遭到中共前黨魁江澤民集團的瘋狂報復 5,000多名長春法輪功學員被非法抓捕 至少7人被活活打死 15人遭到酷刑折磨 並被枉判4至20年的重刑 為數眾多的法輪功學員被迫流離失所 很多家人也遭到株連加害和恐嚇威脅 傳心說當時他這位同學在某某儀樹分公司工作 他是縣公司唯一的大學生 技術重要幹部 一天公司領導通知據開會 到了會場發現是公安人員 然後當場就收走了手機 帶到一個賓館封閉起來 賓館已經安裝好網絡和相關設備 說是追捕逃犯 當時長春插播剛剛結束 長春和周邊城市都在大肆搜捕法輪功學員 同學說他們通過手機定位 並抓捕了法輪功學員 長春插播事件後 明慧網報導 江澤民針對法輪功學員 下達了薩無赦的物令 2023年7月7日 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3名法官 以2比1的票數裁定 允許受中共迫害的法輪功學員 就司科協助中共迫害法輪功 向其尋求賠償 但司科要求法院6名法官重新審理 時間一年後 該法庭在2024年9月3日 維持原裁定 允許法輪功學員依據 《愛國人侵權法》 起訴加州司科公司 案件可以進入審判階段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記者 穆青綜合報導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 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E MI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